我不管那么巧 十几号你也是猎人牌吧 这巴不得开心 我是一个猎人 来干过呀 我是个真猎人 我告诉你 你觉得我是民我就是民 你觉得我是神我就是神 什么功能都有 十号玩家死亡 请留一言 烂命一条 五号其实了爆了 你们怎么没有一个人 在说五号的事 我还是那句话 不行你动动我试试 所以五号这轮出 应该没有意见 他都了爆了 我反正是好人的 说什么我都是好人 对不对我旁边是狗熊 你们可以来刀我 老子白头你就不错了 滚蛋 铁骨真正的好狼 对吧 这个挺油的感觉 怎么就没了 各位观众你们好 欢迎来到第四季 Lyingman的黑暗殿堂 这里充满了正义 与邪恶的对抗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里可以资就可以读的 谁敢动我跳出来 我是不是一个铁铮铮的一匹好狼 这里充满了机智与谋略的火花 我就是想把这歪炸出来 有父丞相 重托 这里充满了信任与背叛的交集 杀五八全是狼 有点人生都信了吧 我真的不是不信你 我就是狼 本赛季 身着盔甲的神圣骑士们 将对抗嗜血狼人的暗黑势力 当狼一定会开了队 接完我一定会打败你的 几名神秘骑士也将到来 为了正义与荣耀 他们必将拼死一战 本季赖英曼将采用全新的舞台 全新的规则 全新的奖励 骑士们 力剑出鞘 烽火即将点燃 战斗马上开始 大家好 我是英雄联盟的主播 最英俊的难解说 安静苦笑 坚诚苦笑 大观人 大家好 我是苏晓 是您战棋的三国沙主播 大家好 我是毕游夏 是战棋卢士传说的一个主播 大家好 我是战棋TV的三国沙主播 我叫范德小宁 大家好 我是雪妍 现在是国父第一的雪妍 大家好 我是战棋TV的卢士主播 刘二龙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战棋TV的英雄学来风雪说 J1 哈喽大家好 我是MIT 大家好 KK小神 百变主播 男一万的青年 小分子 哈喽大家好 我是战棋的卢士主播 我是战棋的卢士主播 波罗阿露的主播 然后我叫PGD JY JY 必须JY 可能就是拿女巫盲读我 肯定读JY 老惯例 为什么不是苏小的呢 盲读JY是一种信仰 盲JY是一种信仰 没有帮助别人的这种 特别素质差的这种习惯 我本来想的是盲足B游侠 你在认真玩游戏吗 全命 PDD吧 就是感觉他第一个死了 他的那个表情 真的就很high感觉看起来 就很爽 杀他 团结对外的话 这个不至于吧 肯定是青年红 因为CM主播内部很不团结的 天天这个搞那个那个搞这个 对对 熟的 好杀一点 都是各自为政的 或者跟你关系比较好的人 或有一些小费 如实主播 从来都是一致对外的 不像他们三国杀主播 总是什么相爱相杀 我觉得如实的话 对不对 内讧这种东西肯定是要起的 至于怎么起的话 我可以来搅局一下 因为我觉得 我肯定不会跟他们站一边 我和我吧 人家不会内讧 虽然他天天怀疑我 越是熟的人 越不容易团结在一起 因为想要 因为也有点杀熟的感觉吧 就要看身份吧 怎么团结 如果我们拿到不同的阵营 没法团结啊 雪鱼已经不是那个雪鱼了 相信我 我能carry起来 但老人走上胜利 不管我拿到什么角色 我绝对都可以烧到最后 我肯定不是苏小鱼 今天的carry全场认为交给我 每次来来嘛 第一都应该是我的 要是我推错人的话 就直接把我冰冰给吃了 哈哈 就我今天必须当好人 拿一盘MVP 我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警长 不归好人 像我这种桑山比克波 一看就是个好人脸 对不对 我当然一定会开乐队友的 相信我 这次我一定不能让老毕 再踩到我的狼尾巴 我拿最近跳上天了嘛 是吧 小心被我手刀 龙哥 你作为一个战棋狼人杀专业主播 不要忘记被鱼塘支配的恐惧 陶鲜壮女生 我必须得拿点大宝剑走 要不我不能白来 第一第二第三五所谓 反正我得拿走 PTT碰到我 是你运气不好 就是我是专业普遍龙手朋友 JY等得被手毒手艳手忙吧 让JY你注意啊 JY你已经不是那么强了 我们一定有一个反JY联盟等得强 其他嘉宾对我的现任度 现在特别特别低 JY我一定会打败你的 其他嘉宾对我的现任度 真的特别特别低 JY等得被手毒手艳手忙吧 我们一定有一个反JY联盟等得强 不曝 difer 织点澗 你不想 Ameri Vou带你 更共重 co 各位嘉宾你们好 欢迎来到新一季Lyingman的舞台 本季狼人游戏将采用紧张刺激的图边规则 只要抓住对手失误一次 就可能逆转比赛 新一季Lyingman具体规则如下 本次游戏采取图边规则 狼人激发在全部平民或全部平民 和狼人阵营胜利 平民投出所有狼人则平民胜利 本次狼人游戏包括四名狼人 四名普通村民和四名神民 神民 熊 女巫 猎人 和白痴 本期新增角色熊 是一个可以预测狼人的强力神牌 如果熊的左右两侧存在狼人角色 第二天天亮时 上帝宣布 熊咆哮了 如果没有狼人 上帝则宣布 熊没有咆哮 若熊死亡 则上帝每天天亮时 都宣布 熊没有咆哮 熊只厌活人 不厌死人 熊身边的玩家夜晚死亡 死讯还未宣布时 熊还是以此人存活为目标 判定是否咆哮 每局游戏 获胜的玩家 获得两枚筹码 失败者 没有筹码 每期节目 综合整场表现 评选出一名MVP玩家 额外获得五枚筹码 每个筹码 都可以兑换一把 战旗TV大宝剑 作为奖励 第四季第一局狼人游戏 马上开始 请嘉宾看牌 并确认身份 游戏正式开始 天黑请闭眼 雄请睁眼 请确认身份 雄请闭眼 天黑亮了 现在开始警长竞选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请举手 三 二 一 三号 五号 六号 十号 十号 十二号 共有五位玩家竞选警长 从三号玩家开始发言 三号是熊 三号本来刚才在想 有没有就是熊不上井的这种打法 后来想了一下 从小号开始发言 我是先知味 所以我这个熊必须跳 我就说清楚我是一只熊 至于现在叫不叫呢 我两边的人都没上井 我也不好分辨 但是这个话我必须说清楚 就是我就是那只唯一的熊 没有人见过这张牌是什么样子 我可以描述一下 但是我不说 就我一定是稳稳地 在拿住这只熊的身份 好 谁都别跟我汗跳 然后因为 虽然熊不像预言家一样能验人 但是我觉得把警徽给熊 还是比较稳妥的一个方法 因为它可以判断一下 自己身边的人的身份 缩小一下范围 所以我要这个警徽 好 过 我是一张强神牌 我之前有听说这个游戏狼人跳熊 是一种比较好赢的打法 所以如果后面还有跳熊的 如果有熊队跳的话 可以把警徽给我 我是一张强神牌 另外六号的发言 说不定我觉得晚上可能熊会叫 对 因为它可能不是一只熊 过 6号强神牌 我觉得三号发言项是真的 5号强神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三号应该是像真的身份 现在不好说 但是我是一缸强神牌 我觉得可以把警长给我 这排我是好人 过了 昨晚晚上平安夜 我是女巫 昨晚我救的JY JY是被守刀的 那JY身份应该是蛮好的 然后为什么我要出来呢 因为就是我觉得 三号发言我先不聊 我觉得五号发言在我这里 看上去像是一个坏人牌 你说你是强神 你好好聊一下 你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说昨天晚上你会熊叫 我觉得你好像知道 晚上的什么信息一样的 反正我觉得五号应该是 我从他的发言里 我觉得他应该知道 昨天晚上有什么信息的东西 在JY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你应该是知道的 所以在我这里 我觉得你的身份 有可能是有狼面的 你是什么样的强神 你把身份跳好一点我觉得 不然的话我丢了 我肯定是把你给带走的 对 然后我觉得可以从五号开始聊 然后12号是 12号的发言再听一下吧 好吧 过 现在10号跳女巫了 不至于汉跳 我姓这个女巫 那我就激一下吧 我立名激神 好吧 那我就退水 景辉可以给熊 不会熊藏在下面吧 这发言还可以挺不错的 他聊到了 想要跟你们聊一下 这张卡牌是怎么描述的 我觉得一个狼不太至于会去聊到这个画面 所以我退水 我可以把景辉让给熊过 发言完毕 5号 12号玩家退水 现在准备投票 3 2 1 所有玩家投给三号 三号玩家当选警长 我感觉这是一个表情 晚上就要 变 对 昨夜 熊没有咆哮 今夜是平安夜 现在从警长左手边四号玩家 开始发言 昨天晚上熊没有咆哮 我坐在警长旁边 警长跳熊的 那我是一个铁好人的 对不对 我是一个铁好人的情况下 景尚发言 叫朴老师跳了一个礼物 我认朴是个礼物 但是我在想 第一天晚上会不会可能 结尾自刀 骗那瓶药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结尾自刀的话 礼物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把结尾救起来的 然后小M这种少年发言的话 他其实聊挺混乱的思维 然后说什么熊晚上咆哮咆哮啊 叫辣的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感觉 4号和5号和6号像是两匹狼 真的哪怕是第一个玩家死的JY 但我也觉得JY是狼 我就是现在不排除狼自刀的情况下 因为JY大家都知道 自刀的话 我肯定会救 小M地轮发言不好 而且JY地轮发言是 我旁边警长跳熊之后 他直接是认定 警长这个熊的身份 就是我个人感觉JY 一旦到处发好人卡的话 他有狼名的不小 作为一个好人的话 他应该 明明一下后续身份呀 丢个水包什么的呀 找到狼啊什么的 对了 没干 好人的事情一件没做 反正个人感觉这轮 五六双狼 我先听一下发言吧 市场贵票过来 这个游戏应该没有戴隐狼吧 应该也不会有熊不跳了吧 这四号的发言 如果你不是在熊旁边 没有咆哮的 心里面是个好身份的话 我觉得你的发言 很像是一张狼人牌 因为我自己是一张好身份牌 十号说验了 我十号说晚上救了六号 你说六号这个时候 自刀他自刀 他在井上不跳熊 他自刀的意义何在呢 所以六号肯定是一张好身份牌 我是一张好身份牌 二三四是三张好身份牌 说平安夜捞了六号的十号 暂定他是一张好身份牌 因为他既然敢在这个时候 跳女巫说是个平安夜 确实是个平安夜 应该不会是一个假女巫 所以那三屁狼 应该就是在七八九 十一十二一 这六个人里面有三屁狼 感觉七号拿到牌的时候 挺紧张的 七号可能是一张狼人牌 八号头三的时候 我感觉他的表情还可以 九号不知道 十一十二一 没有太注意 我要听下七号发言 七八里面我觉得七号像十一屁狼 那么另外两屁狼 可能在十一十二一里面 我是一个好的身份过 我先跟四号说 我是竞选警长 我还没有听过所有人发言 我没法去分析 这些没有发言的人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我前面也就是一个三五发过言 我也没办法说太多 所以你让我去分析这 分析那我觉得太难为我了 分析不出来的第一轮嘛 然后现在十号身份 我认定他好身份 然后我自己是好身份 我自己跳的强神 但我就是一个平民 我就想竞选一下警长 我觉得五号像是一只狼 我这轮想投五号 因为五号之前自己认强神 后来呢自己就退水了 现在可能二三四六十 这些是暂时是好人身份 因为我这轮只能听前两边这边发言 所以我觉得 就如果我听一下后面吧 如果后面发言都还挺好的 听不出来什么 我可能会三票飞舞 如果后面有发言更差的 最后我还是听一下警长归票吧 因为我刚开始 一直相信警长是好身份 像十二号说的 他能敢说出 这个牌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他肯定是真正拿到了这张牌 他敢敢说的这句话 他在下意识说 聊得出来这个事 所以我觉得三号肯定是 好身份警长 过了 我感觉就五号应该有问题 就问题最大了 因为三号已经跳熊了 然后二号和四号肯定就是好人了 然后你还去踩四号 就没道理 后面也没人跳熊了 就三号熊坐死了 而且就之前就是说的第一轮 就是说熊咆哮什么的 可能这一轮我会觉得 五号有问题 而且他的发言我感觉很差 六号节歪我觉得也有问题 怎么说呢 就第一轮那个发言 其实就他一开始三号跳了熊 然后他立马就在后置位说 三号我觉得挺像熊的 就没道理啊感觉 有可能后面也有人跳熊呢 就一开始就认定三号是熊 我觉得发言 我这边是也有很可能就是制刀 然后狼制刀 然后新一波三号 感觉五号和六号吧 可能先搞个五号走吧 我这边是个比较强力的拍 我只要说 过 半号发言 不知道就是有没有 就是反正井上就只有一只熊 就暂时认识这只熊是真的的话 那现在认定的好人是二三四 然后这边肯定是一个铁女屋 因为我这边是一个闭眼的民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这边JY会不会有一个狼自刀的情况 但是因为JY太强嘛 所以说什么可能都要在心里打一个问号 这边 可能再听一下后面的发言吧 然后前面小M跳一个强神 他没说字是什么 但我又是一个平民 我又拍不动他 所以我可能再听一下后面的发言吧 过 你那一圈发言 哪还有狼啊 全是好人 我是一个 我是一张神派 你们都变成神了 然后面他第一轮发言 主要提了一下咆哮的事 但是没咆哮 说明你也是晚上不知道信息 从这来说 我倒不觉得 你真正是坏人了 但是五个井上的人 你说没有狼不可能 一句话没说直接退水的 是龙哥 所以说按照排除法 对面三个是好人 我自己 我告诉你 我这是一张非常 非常非常好的牌 女巫都已经坐实了 加上我 这已经是五个好人了 是因为如果说 他是狼的话 只有自到一种情况 那他还打成了 还真把药骗了 对吗 那你要现在看来说 要是我来说的话 听发言的话 龙哥不用发言 必须出他 井上什么都不说 退水走了 对不对 谁都知道三号真正的熊 他能看出画的事 你不看着画 你能想起来画 对吗 这位单从发言上来说 我觉得他没什么问题 但是他前半段发言有点自保了 他踩的是你 你发言确实不好 但是你第二段发言吧 我倒感觉又挺好的了 然后 那你要说现在 你要在我来看 狼都不够了 那四匹狼是谁呀 龙哥两边这仨 三连座呀 三连座的话 那还加个谁呀 那就加你俩了 是不是 反正你要是听我的 这轮你就出龙哥 肯定没有错 好吧 我告诉你 你觉得我是民我就是民 你觉得我是神我就是神 什么功能都有 我还是那句话 不信你动动我事 我这不是抗推 因为我是个好人 好不好 然后我就希望你 五号和龙哥你出一个 五个人不可能没有老 对吧 最简单的道理 过 前面这一圈的这个意思 都是要走五 然后到这个七号这个 这个新的这个女生面前 你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就是 暗唠她的意思吧 我觉得 有一点点 然后你的发言 我觉得是挺慌的 发言反正挺慌的 要说到什么点子上的时候 是说不上去的 然后就说什么 听后面的发言 在我这里 你这轮发言不是很好 反正如果这轮走五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会 怀疑一下你的身份 然后如果这轮我死的话 我应该是在龙哥 或者这个美女之间 选一个来读 如果说JY是自刀的话 那没办法呀 我肯定要救她呀 因为对吧 我是个女巫 万一她是个好人 死了对我挺不利的 但我不知道一个情况 就是比如说 拉拉拉真的是熊啊 然后如果你今天晚上死了 那熊就是你 就是如果熊要去查 是查二号跟四号呢 还是查一号跟五号 还是二次就是不变对吗 那就比较麻烦了 如果我想的是 本来是我们可以把五号 今天投出去的话 你顺微查的话 就可以看JY是不是狼了 但如果继续这样的话 就不好判定JY的身份 JY的身份先打一个问号码 不排除她狼自刀 反正这个人的发言 我觉得做好人的话 你的思路应该还是理得很快的 如果他后面思路 什么有问题的话 我觉得也不排除 是狼自刀的可能 反正我觉得JY走命的是没有错的 他不管是在井上 还是在我已经踩他之后 他的发言 我觉得都是不做好的 都不是很好的发言 JY走五号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读的话 如果今天晚上我死了的话 应该在十二号跟七号里面 找一个人上 因为七号在我这里发言 八号跟十二号里面 因为我觉得八号的发言 在我这里是很好的 然后我还听下龙哥的发言 过了 听问一圈 我觉得所有人都在踩Mint 我觉得Mint的发言 确实也不太好 因为所有人都没有人跳熊 那我觉得五号 可能这晚是必出的 我这边有一个疑问 是我觉得井上竞选的人 可能是在打一个配合 他们可能有两到三头狼 在竞选 然后打一个战术 如果龙哥是后置位的狼 他在最后那个 为汉跳狼的话 是很有概率可以拍死的 只可惜拉拉这个狼 跳得太一阵眼词 他们拍不动了 所以我觉得狼队的战术 可能是有点问题 我唯一担心的是 会不会如果第一晚上 狼队是空刀的话 也可能是一个平安夜 这只是我一个疑问 但听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跳女巫 我也不是女巫 所以十号肯定是一个女巫 那么十号就六号的 这个说法就已经是成立了 那在我这边看来 我觉得五号十二号 两头狼面会比较大 六号如果不是狼骗刀的话 六号就是一个好人 那么二三四十一十 在我这边看来 K小时的身份 也是比较不错的 另外一匹狼 我有可能会怀疑是一号 或者是八号吧 我觉得明天这样的一个分析 我跟警长了 警长归五号 我肯定归五号 过 OK 到我发言了 首先我们是四四四的局 因为这场上有四匹狼 那这边三个是铁好人的身份 然后这个是女巫 对吧 到目前没人拍她 当然是女巫的话 晚上可以读她 然后饱了一个饮水 看上去义正言辞 应该有这两个好身份 那么也就是说五号 七号 八号 然后呢 九号 十号和一号 就你们这几个人当中 有四匹狼 哎呦 你们四匹狼的团队我在想 到目前为止 相对于分口浪尖的 要么说出五号 要么说出我十二号 就是说 你们团队就准备这么打 是吧 那我是一个好人 烂命一条 你们可以来刀我 试试看我是什么身份 然后我跟这个警长说一下 就是我这个位置后置位 就是如果我是狼的话 我看到你左右两边 没有我同伴 就是一天咽着两个精髓 我是肯定会跟你汗跳的 我是不会把这个警徽给你的 狼既然是选得这么怂 那么他们应该是 有战术去扛退一张牌 你们要出五号 不管我是 我毕业玩家 我不知道五号 到底是不是强神 但是我另外多保一张牌吧 多保一张牌是那个九号 九号 虽然他说要强出我十二号 这张牌 但是他是一个狼人心态的话 他应该是跟着前置位去拍五号 而他九号是好像是第一个 说要拍我这个十二号的一张牌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狼的话 就是要么就是 把我五号狼同伴 要么就是去跟着前面的狼 去踩五号 我感觉五号这张牌被踩得有点多 但我不认识五号 你们要投五号 我也不反对 然后呢 我另外找到一批引狼是谁呢 引狼很简单 应该是一号 那边三个是好人 五号跟你一号 应该有一只狼人牌 那边是女如宝的一个饮水 那么你告诉我 五号跟七号当中谁是狼 好吧 你要说不出的话 我觉得投你一号 也问题不大吧 投五号我也赞成 警长你归谁我都跟你 好吗 然后前面说要出我十二号的一张是 十号这张牌 然后还有这个十一号这张牌 十一号这张牌发言也挺奇怪的 打五打十二 那你到底出谁呢 我看你票行 好吗 你可以上票上给我十二号 然后我听警长归票 好吗 一号你好 我只要听一号一句话 你觉得五号跟那个七号当中谁是狼 我只听你这句话就行了 过 一号发言 首先 九号是个好身份 为什么 因为我听出十二号是个狼 我跟龙哥一起玩得太熟了 龙哥说我是一个好人 烂命一条 你们狼队有本事拿刀来刀我 就是表示你是狼了 你就是狼 没有什么好变的 五号其实聊爆了 你们怎么没有一个人在说五号的事 五号说 井上一匹狼 井下三匹狼 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信息 我闭眼玩家一个 你告诉我为什么井上一匹狼 井下三匹狼 你怎么画出来的 你睁了眼吗 你开眼的吧 五号必然一头狼 五十二就是两头狼 在我看来 九号既然敢踩十二号 九号就是好人 现在桌上我只能认 二三四好人 十号PDD必然好人 六号是不是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能打问号 九号敢踩十二号 该那个位置踩 九号必然好人 就这么简单 所以桌上这几个人 加上我是好人 其他的就是狼 所以五号这轮出应该没有意见 他都聊爆了 你告诉我 你从何得知 下面是三头狼 井上一头狼 你狼队晚上商量好了 我竞选 是吧 只有这一个信息 你不就把自己的信息 说出来了吗 你五号可以走 我不信你是谁 我一个平民我都敢拍你 我不信你是谁 然后七号这个聊得 特别的怪 七号八号聊得都很怪 我要再观察一个 但是十二号 你必然是一头狼 我跟你玩了这么久 你说出这些话 你必然是 我觉得警长你推五 或者推十二 我都同意 过 我现在看出来有四头狼 很像 四头狼 首先五号 我说为什么呢 因为在游戏开始之前 他就发现 今天这个游戏规则 没有预言家 是靠熊 熊是很容易死的 死了以后 留下的线索很少 那么他就断定了 狼人是非常容易获胜的 所以说他在井上竞选的时候 举手举得特别的自信 从他的表情中 我已经看出来了 就是他的思路很清晰 他就是一头铁狼 然后呢 我反正是好人的 我说什么我都是好人 对不对 我旁边是狗熊 对不对 狗熊 是熊 狗熊 然后还有 还有 我四头狼我都看得很清楚 八号 饭团 他首先 轻踩一脚 五号 因为他觉得 这个五号是必死了 因为实在是太像狼了 他觉得救不了 这个同伴 然后也是第一次来 觉得大家可能不会针对他 所以说就把自己伪装一下 还有一个重点 他说了两次 我是平民 他非常强调 你是平民就说一遍就好了 他非常强调 我是平民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从他语言逻辑上 表现出来了他内心的恐惧 还有两条狼 首先我先说12号 龙哥 我不相信他是狼 因为他刚刚说了一个逻辑 如果他是狼的话 他可以后置位 汉米跳 他是熊 那这样子的话 他在后置位跳熊的话 优势是很大的 他为什么要退水 所以我不相信他是狼 那么既然 这头熊是肯定死了 今天晚上肯定要死 对不对 死了以后 他没有任何线索了 那么地游侠 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他要横踩 横踩龙哥 然后保住KK小神 那么我觉得 KK小神 地游侠 放他命去 石头狼 就这么简单 过 到我这里了 我这个警长很尴尬 是这样的 首先我要先回答一下二号的发言 我觉得龙哥的那个逻辑在我这儿 不能说服我 因为是这样的 这个游戏 熊如果没有咆哮 就证明两边都是好人 那这一局熊就没法再给出任何信息了 因为狼肯定不会刀熊 或者刀熊两边的人 这样的话熊就废了嘛 对不对 只要狼不刀我 或者我两边的人 那我永远咆哮不了 永远只能知道这两个精神 我的艳人范围永远不会扩大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一个狼人 他不跟我跳 也是很有收益的 今天晚上我一定不会死 因为狼刀我没有任何收益 狼今天一定会去刀PDD 因为PDD是女巫 他逼他今天晚上把这瓶毒要用出来 所以狼肯定不会刀我 因为我明天也给不出来更多的验人信息 所以说我觉得 就反而是这个逻辑来说 龙哥在那个位置不跳熊 就是作为狼人一种收益很高的打法 所以我现在比较倾向于踩龙哥 然后就是刚才9号KK小神踩12号的那个说法 我也是相对还会比较认同 现在场上能确定的名号人是2 3 4 10 这四个是名号人 那就是剩下八个人里有四匹狼 对吧 八个人里有四匹狼 这个6号呢 他不管是不是自刀 但是在第一天绝对不会动他 现在肯定他不会列为 是不是狼的这个选项 再排除一个 就是七个人里找四匹狼 我个人认为 发言让我比较倾向的是 5号 8号 11 12 还有一个7号 就这五个人里 大概率是有四匹狼的 所以我 我这轮我想出龙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见 因为龙哥 他自己说自己是烂命一条嘛 那我也没办法了 因为这种是生推局 然后小M他有一句话 他以为场上是三只狼 就是我感觉他说话那个意思是 他以为只有三只狼 我觉得他如果半夜睁眼了的话 就是如果他是故意说错 那他确实玩是挺好的 但是我现在先理解为 他是晚上没睁眼 以为场上只有三只狼 就是我想留他一轮 大家再听一下 因为确实第一局玩这个熊的局 我也不是很知道这个应该怎么玩 而且我能给出来的信息就是2340号人 然后10号是一个铁号人 就我也给不出更多的信息 其实更类似于一个生推局 反正今天我想出龙哥 好吧 这个 因为龙哥呢 玩这个熊 经常玩狗熊 玩了好长时间了 所以我感觉今天出龙哥 应该还行 他应该最多是个平民吧 他如果是个神 我也没办法 好吧 警长归票12号 发言阶段结束 进行放逐投票 3 2 1 1号 投给2号 2号 12号 投给5号 6号 投给8号 3号 4号 5号 7号 8号 9号 10号 11号 投给12号 12号门家出局 请留遗言 遗言是 我跟狼同伴说一下 那个 狼同伴说一下 就是 节外是跳神的 对吧 那个是女巫的 那个是熊的 那还有一张 找个白赤牌 对不对 白赤牌是9号 对是9号 怎么样 没关系 四四的局 其实出个狼 又无所谓的 对不对 烂命一条 铁骨真正的好狼 对吧 基本上是4个神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就是看白赤牌 对不对 好 找一找 老B 我相信你的师弟 Carry全局 赢了 我就给你MVP MVP五把大宝剑的 好吗 加油 OK 遗言完毕 请12号玩家离场 天飞 请闭眼 天不亮了 昨夜 熊 没有咆哮 8号 10号 两位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请玩家离场 我这轮会选择两个读 一个是雪岩 一个是8号 因为狼人杀是 就是看发言的游戏 在我这一圈听完之后 我觉得一整轮里面 发言最差的是 8号跟11号 我觉得就一个点吧 就是因为现在场上 会玩的好人 活的还是蛮多的 如果 其实雪岩这个点 不难敲出来 因为我已经把它 就我的影响到 它可能是一匹狼存在了 现在 从警长右手边 二号玩家 开始发言 我觉得吧 8号应该是被 PDB那个女巫 堵死的 因为8号 真的很像狼 前面我已经说了 5号跟8号 都是很像狼 上一盘 其实我是想把 Mint给推出去 然后建议 女巫晚上 堵8号的 但是推了12号 我不置可否 12号 是不是真的狼 然后龙哥跟 必有侠玩了这么久 龙哥在 临走的时候 留遗言 就是以开玩笑的方式 就是说 我告诉你是我狼同伴 我觉得是不是在 以开玩笑的方式 就是引开我们的注意力 其实 右下是一头真的狼 反正我是铁好人 然后狼人把女巫杀了 不杀这个熊 我们这个三个铁好人 一直活着的话 其实对狼人不是什么好事 这样子的话 狼人不敢杀我 也不敢杀苏小 二号跟四号 我也是一个铁位 你们杀了我 旁边的位置就会暴露 不管是暴露好人 还是暴露坏人 所以我觉得不杀熊 对于狼人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后猎人应该还活着吧 牛巫 皮地地死了 猎人还活着 白痴 我觉得9号 确实蛮像白痴的 当然我不是为了狼人 找神的身份 因为我觉得 现在场上的人数不多了 如果大家把自己的 神身份爆出来的话 那么狼人 就这么挤头了 反正5号我觉得是狼的 然后我是平民 过 一号发言 我想了想 8号不可能是一张猎人走 所以说 PTT这个读 大概率应该是读住了一个狼 小概率应该是读住了一个名 不可能是猎人走 8号那个发言 不会是一个猎人发言 他这个发言 毫无底气 按捞一把骨 发现捞不动 就把他放弃了 所以8号大概率是头狼 而不像是一个 甚至连名都不像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狼走 应该是走了两匹狼 龙哥我跟他玩了这么久 我很清楚 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狼 他警商先怎么说 说我先积一个身份 我叫名 我积一个身份 现在来会说我烂命一条 你要真的说你积这个身份 你是一个神 你会说你烂命一条吗 必然一头狼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5号呢 我其实 我觉得8号是有必要再听一轮的 因为万一它是个名怎么办 但是PTT我尊重女巫 他把它赌了那就赌了吧 我们就不管那么多了 5号这一轮应该是要赌 他如果发不出像样的言 必走啊这个5号 5号在我看来就是了爆的狼 没有道理不走 你2号踩我没有关系 无所谓 我一个平民 对吧 踩就踩 没事 然后这一轮重点要听的是什么呢 就是雪岩和大哥 没办法 剩下里我是好人 你们两中出一个狼 对吧 5号一头狼 只有这么多人了 然后JY是不是自刀 这个东西警长 你要帮我判断 我也要听 当然我一个平民 可能说服不了你 对吧 你先自己判断 他是不是自刀 过 其实现在形势 我觉得对我们好人 还是很有利的 走了两头狼 走了一个女巫 乘上一个名雄 5号是一头名狼 我觉得还有一头狼 很大概率就是 7号大哥了 在我这边看来 我觉得 毕游侠奇迹发言还可以 就挺简单的 就大概聊聊就可以了 这一句 我肯定是一个好人身份 就是 其实现在狼 能出的就是 5号 7号 11号和1号 两个声是很明的 所以就是我和你PK 我是一个好人的身份 我听你发言吧 反正就是你 我肯定会投你 我是一个好人的身份 过 龙哥他临走的时候 他说我是狼 然后说了一堆话 他一说我是狼 他不是好人 好人临走的时候 应该替好人说两句话 没有好人走 我是狼 第一轮说他是狼 他就是狼 他是狼了以后 话都是假的 投票不会错的 他走的时候 投的是5号 5号说了 第一轮发言 发言并不好 因为他提了一下 咆哮的事 但是没咆哮 说明他不知道事 他说有三只狼 作为一个睁眼狼 三只狼的话 他说不出来 为什么第一轮 我说先走他 先别走他了 就是因为他说的话 并不觉得有问题 现在走谁呢 他临下来以后 他聊了一下老B 聊了一下老B的意思呢 表面上 他是在排老B 但是老B是不是狼呢 咱们再说 但是血缘 你这轮必须走 排主法 你跟大哥的这个俩聊天 你这一发言 我觉得你就是狼了 5号对头不用出 对头不用出5号 就他血缘 另外一个就是JY了 JY只要不是自刀 好人这边赢了 他要是自刀 咱这轮废了 那个龙哥水平还是可以的 看出我是白痴神了 我就是白痴神 我就是白痴神 二号这朋友 你说话就是 咱们好人 你得想清楚了 其实他现在他不是神 他就是个民 他一点弄都没有 对吧 咱们也不用聊神的事了 你已经告诉所有人 我就是白痴了 但我也没招了 这轮估计我走了 我走以后反正就看你带队了 反正 老B血缘 这俩B出 几号可以先留一轮 然后看JY 什么叫做 而且他说话最要命的地儿 什么叫走了两狼 我怎么不知道走了两狼呢 这个在我这儿 60平民 40是狼 你怎么知道走两狼了 你就是狼 我建议这轮出他 估计我这轮走了 反正你看吧 大哥好好发言 因为如果你发言不好的话 狼就齐了 我们好人就赢了 另外一个JY 你一定要给大伙解释清楚了 你是好坏 好吧 你对我们威胁太大了 过 就感觉 1号应该是个好身份吧 他疯狂要12号 感觉应该是一个 好身份在玩这个游戏 1234 5号6号 我一直都觉得 这两个人是有问题的 看一下他们怎么发言吧 6号这个先不说 狼自刀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但 那是11号 就 你一上来就咬我 没道理啊 多想想 而且一开始 也一直在捞命 而且刚刚有个小动作 我看了他一眼 他就很慌 应该是 狼 绝对是狼 就是一开始 就等上帝 报那个 报燕仁的结果 还有死没死人 就他一直在那里思考 但是 不像是一个好人 就有点 不知道怎么玩了 这个游戏 应该是以一个狼人的 视角再去思考 怎么赢这局比赛 然后后面又 他那个发言就 很具有攻击性 就很想 杀别人 制宝 我觉得狼 狼已经走了 这个八有可能是 很大的可能 最差的情况也 就是三头狼嘛 11 5 JY 最差的情况就 还有三头狼在 对 稳不稳 这波 讲道理 我觉得如果我要投的话 这波应该投11 然后看JY的发言 然后我们再来 判断 如果这两个人 投完游戏就结束 那就最好 过了 第一轮我踩的5号 第一轮我踩的5号 我说他是狼 但是我说不出来 他为什么 是狼 就是因为我没觉得 他是狼 我就想看看 我前置位 第三个发言 我踩第二个发言的人 看后面谁跟风 这个7号是踩了5号的 1号是往死里踩了5号的 所以我认定 1号7号里面可能会有狼 7号的发言 刚才这轮呢 他没有 他在5号和11号里面 选择了11号 所以我觉得7号应该是好人 所以我觉得这场好人 现在是234 我是好人 5号是好人 6号是好人 那是多少 9号是好人 我觉得剩下两只狼 11号和11号 你不用跳神 你不用跳白石神 你就这盘狼刀落后 我是猎人 我可以名猎人了 然后 真正的 其实你就让 你不用跳神 你让他们真正的 找神的话 他们肯定在24里找 找一个砍完之后 该暴露就暴露了 对吧 位置问题 我觉得这轮可以走1 或者走11都可以 11号无形 刚才发言 11号把自己身份拉低了 他说近代狼里面 就是在5 7 11和1里面了 然后他说就 还有一句话 他说他就11号只能 他跟你PK了 所以他本来是可以 把自己聊得很高的位置 一下把自己身份拉低了 我觉得这轮 可以走11 1和11 我觉得都可以走 我感觉 老B和那个12号 应该就是上来 就是狼采狼 往死里采一个 我感觉这排5号 不像是狼人 我听5号在发言吧 我感觉刚才的发言 我觉得他应该像是好人 反正我这轮 初11 你警长 你到时候自己考虑 还有一只狼是谁 我是恋人 过了 我跟你警长说 还有2号说 我先解释一下 我警长的发言 主要是因为 有人告诉我说 狼人在这个游戏里 如果跳熊的话 会有很大的优势 所以当时我在警长的时候 是想跳一个熊 我在想我要不要跳熊 去榨一下6号的身份 但是因为我是张平民牌 我怕跳了熊 万一引起后面不必要的误会 所以最终我又没有跳成 然后其实12号的发言 有一句话就足以证明 我一定不是一张狼人牌 你们都确定12号出去 一定是张狼人牌 对吧 这是你们肯定的 对吧 你2号肯定12号出去 肯定是张狼人牌 对吧 12号他在发言的时候 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你9号虽然要归 我不去归5号 但我不认为你是张狼人牌 因为如果你9号是一张狼人牌 你只要顺势把5号归了就可以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 如果9号是张狼人牌 归5号 拿5号扛推就可以了 就说明在他潜意识里 他就是告诉你们 5号不是一张狼人牌 他是这样发言的 他说你9号是狼人 这个时候只要把5号归了就可以了 所以他是张狼人牌 只要一句话就能证明 我一定不是一张狼人牌 OK OK 解释完了 然后再分析一下产品上的狼 首先12号他肯定是张狼人牌 8号是张狼人牌 我觉得7号之前 比8号更像一张狼人牌 因为6号一定是一张好身份牌 我听6号的发言 从来没有听最伟大的身份 在这个时候第一轮踩完6号 第二轮还要去踩6号 所以我觉得你有狼面 你说8号 因为我自己知道 自己是张好身份牌 所以8号在最后一句话说 我可能是张神牌 像我低头的时候 我肯定不会觉得 他可能就一定是一张狼人牌 所以那个时候 我觉得7比8 更像一张狼人牌 但是我更希望8号 读出去的是一张狼人牌 反正我们剩下桌面 就只有狼狼了 11号是从第一轮 就开始踩我的 他第一轮除了分析的 他说了一句话说 你5号是一张撩爆的狼人牌 他也没说我哪里撩爆了 然后接下来说的 就是一堆废话 说234是一个好人 他没有分析其他对话 到了这一轮 他还是要踩4 我1号也是两轮 一直要踩4我的牌 但是他在第一轮 他在踩我之前 先去踩了12号 他更着重于要出12号 所以我觉得1号 比11号的身份偏好一点 所以如果8号出去 是一张狼人牌的话 那就是8 11 12 一定是三张狼人牌 剩下就是17 里面有一张狼人牌 不是一张好人牌 如果8号出去不是狼人牌 那时候没想到3号 就是7 11 1了 那就是不太好的情况 我自己是一张好人牌 我是一张平民牌 我是一张平民牌 我是作为一个B玩家的话 我觉得8和12 肯定是两匹铁狼走了 就是厂上现在只剩两匹狼 大哥肯定是一匹狼 大哥第一轮排 是什么样子的 他说我认杰白是个好人 然后小M的发言就是还好 然后又说街外的发言不好 但是这轮先投小M吧 就是小M发发言之后 后面一圈人所有人都在踩他 第一轮小M紧上发言的时候 是确实是特别不好 第二轮就是从我过了之后 他发言说成一共三匹狼 我觉得作为一个狼的话 肯定是四匹 一个B玩家不会说三匹狼的话 所以小M肯定不是一匹狼 然后7肯定是一匹狼 他就不能拿小M扛推 然后剩下一匹狼的话 我觉得可能七十一两轮互踩 我剩下听其余的发言的话 我真找不到其他坏人排了 我就觉得老B发言一下好人 这一轮的话 街外跳个猎人 也没人排他 对不对 谁抢猎人的枪呀 所以说这一轮 我个人建议先走大哥 他应该是一匹 零了不能带名的狼 然后七走完之后 十一走 有心得结束了 我过了 到警长总结发言 警长首先不说归神 怕自爆 首先我先分析一下 我认JY是一张好人 有两个点 第一点 他昨天敢单票 飞一票吧 我觉得这个身份 就在我这儿 他基本上 自刀的可能性 降到10%以下了 因为如果是狼人的话 当时顺 就是他没有理由 单飞一票吧 就是他投十二 是完全没有风险的件事 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而且十二是必出的 他这一票挂在十二身上 绝对不会引起怀疑的 所以我认为JY在我这儿 好人基本坐定 然后我再说一下老B 我认为老B的好人身份 在我这儿也比较实 第一点 只有九号 KK小神一个人踩了龙哥 就当时的情况是 全场的矛头在五号 对不对 如果一号是一个狼人的话 那他何必要跟着九号 一起死踩十二号 不顺除五号呢 就是当时对于他 如果是个狼人的话 他明显是踩五号的成本更低 风险更小 就是十二号 他是有可能能保住的 如果他能说动 我投五号不投十二号 我觉得是有可能能保住的 虽然说当时 我已经下定决心 要投十二号了 虽然说他不知道 我已经下定决心 我说完这两件事之后 再说一下 这一轮B出十一号 我觉得出十一号 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他说了一句话说 场上走了两狼 谁都不知道 八号是不是狼走的 这是第一句他聊爆的 第二句 他给九号和六号 发了神的身份 场上没有人能证明 九号和六号是好人 九号就不能是一个狼踩狼踩十二号吗 六号难道就没有狼面吗 我觉得他自己 以一个闭眼玩家 他怎么就能把范围缩小到 五 七 十一 十一和一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这一轮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 龙哥为什么在井上没有跳熊 就是以我一个熊的视角来看 他为什么没有跳熊呢 恰恰是因为他两边应该是有狼人 有他的狼队友 因为他知道我两边是两个好人 那熊是一定不会叫的 假设他跟我对跳熊 结果十一号出去 十一号聊暴了 十一号是一个狼身份走的 那是不是顺带着十二号 也是一个狼走了 对不对 是不是他自己就暴了 只要他旁边有他的狼同伴 那个狼同伴暴了 他跟我对跳熊 是不是就是必死 所以我觉得十一号 就是综合以上几点 就通过他的发言不好 他敢发好人身份 然后他自己还知道 场上有两只狼 然后而且还通过 他说了一句 他说应该是走了两只狼 那他这句话反而也让我印证了 八号应该也是狼走了 对吧 他这句话其实证明 在我心中证明了 八号也是狼走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心目当中 最后一匹狼是大哥 今天走血盐 然后因为场上的好身份太多了 我死了 我绝对警惠不 就是这些人我都不给 我就往我两边给一下 然后这两个人做定好身份 明天七号推了 对吧 如果还不走 那就老B或者是五号 你们再看着推 神和民都够的 现在绝对是一个狼刀在后 反正今天走十一号 好吧 警长归票十一号 我觉得最后一匹狼是大哥 我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 但是我觉得这个概率 已经非常大了 而且狼都给九号发了好身份 其实九号应该也 基本上做定是个好身份 好 这轮出十一 发言结束 现在开始进行放逐投票 三 二 一 一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六号 七号 九号 投给十一号 二号 十一号 投给一号 十一号 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我知道我刚刚那一轮的发言非常不好 你们肯定会投我 但是没有关系 我觉得可以容错 我现在再跟你说一句话 为什么你不认定八号是狼 他就是一匹铁狼走的 他第一轮的发言是怎么说的 然后他去捞了一把五号 觉得捞不了 他说我作为一个名 我也不能拍你 凭什么名不能拍 我告诉你 我就是一个名 是狼我就能拍 常就两头狼 七号和一号 一号为什么不是一匹狼 我刚这样一个发言 我就肯定不好 因为我刚一直在沉思 我要怎么去发言 因为现在很明 这是一个神 这是三号是一个神 这是一个神 你是一个神 那是不是只有我们四个人PK了 我怎么把我身份拉低了 因为在你们看来 我是一个明 所以我身份赢在你们之下了 这三个是铁好人 所以就是我们四个人PK 所以我刚刚只能这样发言 因为我听接下来的发言 非常明显这样一个发言 就是一号和八号 十二号八号 就是两头狼走的 为什么不知道 警长你也不知道吗 那么明显 他都自爆一头狼 八号的发言 他怎么可能是一个铭 但凡是个铭 都有球球身 好像是我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有好人在 七号是一头狼 一号就是一头狼 就那么明显 五号的发言 你已经不是狼的话 那就已经是个铭狼了 但是还是能打 但我刚刚的发言 确实不好 我知道我的发言 我肯定要出 所以没有关系 我就看一下 谁会顺势地踩我 前面四号的发言 是怎么说的 就我的发言也不好 但他觉得七号是一头铭狼 因为你一直在顺势踩人 我从来没有踩人 因为我发的是好人卡 因为我觉得 我认定的神 他们就是神 八号就是一头狼 白七神我也是罪了 你为什么告诉我 你告诉我 他不可能是一头狼呢 他做了什么事 让你觉得 他可能是一个铭 他帮铭做任何一件好事吗 我觉得这不需要分析 我是一个铭 很明显 走了两个狼和一个神 我是铭走没关系 这两匹狼 一个是一号 一个是七号 就这么明显 过 一言完毕 请十一号玩家离场 首先我觉得 我刚那种发言 确实不太好 因为我那个时候 其实那一刹那 脑子非常空白 因为我觉得 走了两头狼 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就没有 再去重复这些话 然后让他们 抓到了我的把柄 让狼人把我给推了出去 我觉得这个是我 就大的一个失误吧 我觉得狼人现在很不应该 然后我觉得肯定 应该给他们 给好人阵营说一个抱歉 但是我觉得他们 现在还是比较优势的 一个局面 他们应该是可以 hold得住的 天黑请闭眼 天黑亮了 昨夜熊没有咆哮 三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请玩家离场 请警长移交警辉 四号玩家当选警长 现在从警长左手边 五号玩家开始发言 其实吧 我可能是一张白痴牌 所以在井上发言 发得一塌糊涂 可能我不会被投 对吧 但是九号呢 肯定也是一张 好身份牌 我觉得十一号 他在发言的时候 他是去保七号 踩一号了 在遗言的时候 他是去踩七号 他说七一 是两张好人牌 他着重是先去踩了七号 所以我觉得八十一十二 应该是三张狼人牌 就是在这个七和一里面 他保的是 到底是七号还是一号 因为他发言的时候 保的是七踩的是一 但是遗言的时候 更着重踩的是七 但是也有可能 他再故意帮七做身份 七是两轮要六七出局的 我不要七是两轮 要五六出局的 从第一轮说六号是狼子刀 要去归六的 其他人他一个也不踩 十一号 他上雨伦分析十一号的时候 不太记得他说什么了 听下七号发言吧 因为确实像三号说的 在十二号那个位置 发完言之后 一号是第一个 把他归死的人 而且十二号 在刘宇言的时候 一号跟他的 算是有那么一 就是感觉一号的反应 确实不像他的狼同伴 一号会不会演 我也不太清楚 再听下七一发言吧 如果这一轮投错了的话 我们还有两张神牌 下一轮投对了还是能赢 反正我们还有两个神吗 对吧 过 我们现在有两个神 这轮投错了还能赢 我想想啊 这轮投错一个 你们晚上刀个神 刀完神之后 推个狼 刀完神 狼赢啊 怎么是神赢啊 这轮五号你走吧 你是狼 十一号刚才发完一言 哎呦 我踩错了 我真的觉得十一号 是个狼的这把 但十一号那个一言发完之后 我觉得十一号 好像又不是个狼 但我感觉五号这个发言 就是个狼了 你不可能犯这种失误的吧 那肯定 现在这个形势来讲 产生还有两只狼吧 要是十一号不是狼的情况下 如果五号是 但是站在五号的角度来讲 他这么说也没错 我想想 我觉得一号肯定是只狼 我觉得咱这么推吧 十一号是不是狼 我反正感觉十一号他不是狼 之前我是以为他是狼 但我现在觉得他不是狼 他刚才那个遗言 但不管他是不是狼 我们推人的顺序 咱们别变 场上还有两个神 假设五号是好人 或者不是好人 这些都不用改了 这轮走一 下轮走五 我觉得七号应该是扛不了推的 最后警长归票吧 对吧 这是在好人立场上 唯一能够赢的一个打法了吧 二四 二四 六 九 肯定是好人 那现在一五七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七应该是好人牌 因为在我的想法里面 我是觉得 我刚开始是觉得十二和八 然后一还有十一是四张狼人牌 但我听完十一这个一言之后 我感觉十一他不像一只狼 那还有一只狼是谁可能就是五号了 所以你们要不要 你警长也别归票了 我带票吧 好吧 就这轮走一 下轮走五 别改了 这是一个就是五是不是 我觉得五是狼的几率是比一要低的 所以我们先把一个比较几率高的人先归了 把一号先出了 下一轮不管怎么样出个五 狼刀落后 对现在还有两个神两狼 这轮必须出狼 把一肯定就要出了 一出了要赢了就赢了 一要出了还没 尤其还没结束那五号肯定就是狼 我觉得他是好人 小牧羽现在我打问号了 我觉得小牧羽有可能真的是狼 因为十一号发言 一言那个状态 我觉得就急了 跟那种 人口吵架那种感觉似的 我觉得十一号不像是狼的 所以这轮走一吧 好吗 听我的 走你吧 这轮 到我了吗 走你就走你 虽然你这轮保我 但是这一排你还是开轮不了 这轮就走你 你有问题的 为什么要走五 就这一波我就感觉五号已经洗白了 就十一号走的时候 首先他是一直要盯着要咬我的 为什么他一直跟我说了你们要投我 首先我是一个好身份 我每一轮投票 每一只狼走的都是有我的参与在里面 然后我为什么咬五号和六号 为什么我要咬五号和六号 因为我这个位置只能听到他们两个发言 但是他们确实有可能就是狼 我作为一个好人的身份 我是不是要把一切有可能成为狼的情况 都要考虑的 然后十一号 他走 为什么让我觉得五号又不是狼了 就十一号走的时候 一直食咬我 然后说 说我 说了句什么来着 我忘了 是忘了 反正就是 说好像是怎么说来着 忘了忘了忘了 但是五号 虽然我踩了你这么久 但是觉得有道理 你应该是个名 然后这个 十一号绝对是个狼走的 疯狂在那里找神 什么酒 你是不是白痴 你是白痴 然后一直跟他 让他暴露身份什么的 十一号是铁狼走的 然后这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捷外肯定是狼 他想把我拉入火 干掉个一号 再干掉个五号 就差不多 可以还一波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油 好吧 相信我的杂个眼 不然我再比比一回 过 上轮我穿了一个白痴的身份 我穿这个衣服唯一的目的 就是等JY一句话 JY一句话你别穿衣服了 这轮你必走 上轮你自己认得猎人 你认我是白痴 那你的意思就是 咱们已经赢了呗 你踩 你踩小M 小M一穿白痴衣服 在我这儿他就是好人 你是第一个说我穿衣服 你是好人 我穿衣服这是一件大好事 我这个民穿着神的衣服 踢一刀 这是大好事 你用不着帮狼 把这事点错了 除非你过度自信了 如果说我把你戳了 你不是狼的话 这牌你发挥不好 没办法 因为你作为一个好人 这么说话 你是帮狼玩的 大家都能明白吧 我是平民穿衣服 他把我给拆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你不是一个 合格的好人 这轮你必须走 警长 好吧 这就是我的理由 走错了 也只能怪咱们JY了 你要不就是过于自信了 要不就是你 你拆我衣服 这个举动是没有意义的 是这个道理吧 我发言结束了 过 要发言 首先我为什么敢猛踩12号 因为我是带枪 我是猎人 前面一把 前一轮 JY在我后面发言 我无法得知他发什么言 他穿我衣服就穿我衣服 这轮他在我前置位发言 他还要穿猎人衣服 踩我走 不好意思 我走我就避了你JY 你必然是一头狼 你自刀骗解药是很精彩 战术打成功了 确实骗到了PTT 但是不好意思 这桌你得走 你不是猎人 我才是猎人 所以我敢蒙踩5号12 我硬气 带枪上岗就是这么想 这一轮全票出JY 你看他开不开拽真枪 枪在我这儿呢 警长把6号归掉 他就是自刀骗药的老 就这么简单 过 其实老B说他是带枪的 但是因为是后置位 他说什么都可以 所以我还是不太相信老B 包括我之前对他的观察 他当狼人的时候 好人在说话 他就会点头 就会点头 然后警长前面 拉拉拉在说话的时候 他就点头 所以我一直很怀疑他 然后大哥说话的时候 他没有点头 然后我就觉得 他是不是跟大哥是两条狼 所以刚刚你们全票都投11号 我还是投了1号 这份我还是投1号 过 我觉得吧 这个鼓我背了啊 今天我归票归6号 JY上来呢是跳神的 对不对 这一轮没有任何表明 任何神的身份 因为小M正是跳神的 他跳他是一个白痴神 GD是一个女巫走的 旁边是个熊走的 这会儿 KK小子应该退水了吧 算是退水了 现在这轮表明明的身份 然后老B是跳了一个猎人 你这个神的坐不住了 我真觉得第一轮要狼自到你 反正这轮先走 走JY JY走的如果游戏没结束的话 我听大哥这一轮发现像是好人 这轮走的如果游戏没结束的话 小M是个铁好人 就是假设啊 就是最换的情况 游戏没结束 然后就是大哥和 K小子里面再走一个 算一下 现在是神走了两个 如果说JY是JY走了 是个狼走的 就只有一个狼倒不够了 本来我归票了 6号 过了 发言结束 现在进行放逐投票 3 2 1 1号 4号 7号 9号 投给6号 2号 投给1号 其余玩家 弃票 6号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你那个话不对 我背不到 我帮你扒衣服 我是觉得你是真实白痴神 我作为一个闭眼玩家 我知道你是还是不是神 我不知道啊 我以为你是真神 我帮你扒衣服 往那里面扒 我怎么就身份不做好 你想什么呢 我发现怎么不好了 我是真的猎人牌 我踩的1-5 我顺着出就完了 到警长这还把我归了 我是一个第一天被刀的 大哥们 别把我想的玩得太好 我就一普通人 我玩的游戏很一般的 不要老觉得我玩得多牛逼 我没有那么 哎呀 我不管你是不是白痴神 他们觉得你是神 我得把你一房下扒 让他们觉得场上找不到那个白痴 你是不是白痴跟我没关系 我也懒得管 但是我帮你把一房下扒 我并不是并不一定就是坏人 懂了吧 哎呦大哥晕你也跟着晕 五号走吧 五号是只狼 一号还是只狼 就看一号 找什么吧 这还找什么呀 输了 过了 六号玩家发动技能 开枪带走五号玩家 五号玩家请留遗言 我是张平命牌 他是张枪牌 怎么可能去归他 投一吧 反正我是张平命牌 真是张平命牌 就八十一十二一 应该是四张狼人牌 我是张平命牌 我都没投你 过了 遗言完毕 请两位玩家离场 天黑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夜 熊没有咆哮 九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请玩家离场 现在 从警长右手边 二号玩家 开始发言 我跟警长是好人 我全切当这两个都上了 老人先推一个 晚上狼人再杀一个 警长的票比狼人多 那狼人输 那刚才 老毕是汗跳这个猎人 我是一直投老毕的 是吧 我这盘还是投老毕 那就算大哥 跟老毕都是狼 应该 从理论上也不会输吧 我们投死一个 我们再被杀一个 警长最后的票比狼人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规则 反正我投老毕 过 我告诉你 你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民就行了 你好好算一下 就只剩一神 两名 如果投了名出去 我是名 我确实踩错了JY 我以为他是狼 他自刀骗了药 然后我穿了一个猎人衣服 把他踩出去了 但我是一个名 我不是狼 我是狼 我第一轮 我踩12号干嘛 我傻呀 如果我是狼 我到9号干嘛 对吧 9号明显是个平民啊 我怎么可能那么二 要被弹幕喷呢 这轮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轮只能走7 只有7刀子出来啊 只有7刀子出来 9啊 我觉得这个局势很明显 你这么踩我 我都不回踩你 我拼命啊 但是我上一轮 我确实是认为 JY是自刀的 他不是那个真猎人 我觉得你们两个中间 有个真猎人 我穿个猎人衣服 把他干死 我们游戏就结束了 我是这么想的 这轮没有什么好说的 只能走大哥啊 就大哥是最后一头狼嘛 要不然JY那个位置 那么大干嘛 对吧 他是真猎人 他踩5号 他踩我1号 没问题 我平民 我估错了 我确实认为他是狼了 这个地方我打错了 没有关系 但这位还有机会 只要我们推对了人 游戏就赢了 推错了人才输了 所以这时候 把大哥一推就结束了 大哥最后一头狼 我是民 而且大哥刚刚那个回合 他说5号不可能是狼 他为什么要保5号 在我这儿 我是一直攻击5号的 我觉得5号就是个狼 5号哪点表现的不像狼 对吧 12号 5号都是我踩出去的狼 我肯定是个平民啊 我只是刚刚打的冒险那一点 这确实是我打牌的风格 打到2 我承认 但是这个时候 把第一推游戏就结束了 他最后一头狼嘛 过 感觉这一盘 1号这个选手确实打得很好 一开始就直接封咬11号 然后把他的身份做得很好 我如果是狼 我为什么会把 我是7号 8 我为什么会把9号投走 9号他是一直在保我的 兄弟 我怎么可能把9号弄走 我至少弄个2号和4号 或者随便弄一个 我是狼他疯狂跟我对 那你们不是雪崩 如果我是狼的话 我怎么可能会去到9号 这一点首先说不通 然后你那个 汗跳猎人太少了 讲道理 确实很少 但是你并没有刀对 所以这一轮 你是怎么都要走的 我是一个好身份 我什么身份 反正也不能说 我是一个铁好人 为什么我会投JY 我觉得他JY上一轮 发言就是很差 就是他为什么要把 5号投出去呢 因为11号已经是铁狼了 铁狼走的 而且铁狼他一开始 就要跟我solo 什么在那找狼 为什么他要疯狂踩我 因为我是前几轮 怎么说都是 怀疑心是最大的 他觉得踩我是 最有可能把我杀掉的 我最有可能成为狼面的 他说找了一个 就大家都不怎么信任的 想把我杀了 5号他是有一句 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 我一直踩 踩5号 那万一5号不是狼呢 就我就感觉 他真的不是狼 他这样说的话 有可能我一直就是踩错了 因为他的发言确实不好 所以我会一直踩他 但我不明白JY 为什么要把5号给呛了 那边直接跳猎人的 他不崩了 崩了对面的人 他要把5号崩了 我觉得打得蛮错误了 所以这一轮怎么到 反正就是警长 不要就是一直 不要有压力 放松一点 这个真的就是铭狼了 汉跳 他如果是好人 不可能跳个猎人啊 我的天 他不是猎人 他跳个猎人 这个时候 逻辑就讲不清啊 百分之一百 他就是狼人了 你们认9号是好人 对不对 9号一直是在保我的 然后11号是踩我的 然后5号 我觉得他就是个好人 走了 打死我都投意 打死我都投意 是这样的 老B刚才发言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他说 他认5号不是一匹狼 完事他又说了一句 5号12号是哪比铁狼走的 就是老B可能第一轮 用了一个狼草狼的战术 而且我觉得老B在这个位置的话 你是一个平民 你凭什么跳一个猎人 胆子这么大 平民直接跳猎人 我是不信的 但是大哥这轮发现 其实我真的不想归大哥 大哥这轮发现 我是一个好人 场上现在就四个人 我跟2号铁好人 你说我是一个好人身份 你又不明什么身份 对不对 你把身份明出来呗 你又不敢明身份 所以两个人都有肥面 反正这轮归队 平民赢 归错积积 鼓我背了是吧 上轮把JY猎人给归出去 也是纵容所归 估计被喷成狗了 但是我相信 你老B玩了这么多年 你一个是一个平民的话 不可能去跳一个猎人 真把他排出去 这轮归票 归一吧归一吧 让我再想一想 大哥不说自己什么身份 归一吧 过来过来过来 发言结束 现在开始放逐投票 三二一 二号四号七号 投给一号 一号投给七号 一号玩家出局 游戏结束 明明胜利 本局游戏中 啦啦啦在前置位置 跳明自己熊的身份 成功保护住身边两名好人 延续上一季的传统 狼人手刀这外 不料女巫PTD仗义相救 当晚PTD残忍被刀 临走时 又一次准确地毒杀了狼人 饭团小宁 通过好人的齐心协力 这外精准地点出 剩余两名狼人身份 并开枪带走其中一名狼人 为好人的最终胜利 打下了几时 他是狼吗 他是白痴了 你是狼吗 要不然他拿什么 你他妈的 他肯定是狼吗 如果也是平民 那我们找出来 我的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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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两个人很明朗已经 他发言特别慌 我一言是狼 你在逗我 我发言是很差 又的时候我脑子很慌 我一言是狼 你在逗我 这是狼 真酷啊 关注官方新浪微博 节目动态尽在掌握 没有机会成为幸运观众 前临现场三观录制 还在等什么 赶快行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